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介绍一下自己 申问华 我是黄大仙做服务的 我就是申问华 我平时有工作内容包括跟居民接触 了解居民的需要 做一个反应渠道 其实我们是年轻人 读了一些知识 希望他回馈社会使用 我拍档李宗盛 我也是黄大仙区一起努力 李宗盛呢 我是黄大仙的民主党社区主任 李永基 也是民主青年的常委 也是九龙东支部的秘书 一直以来服务了黄大仙13年 一直在黄大仙区 转转去不同地区服务大家 希望在未来日子里能够更加努力为大家服务 刚才李永基介绍你们的黄大仙做了一段时间 黄大仙一般人想起是拜神 年初一好兵 好像有很多旧村由现在改建了 狮子山下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印象 其实黄大仙现在是如何 还有没有墓屋吗 有少少 还有少少墓屋 还有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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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首说没有墓屋 是不是 大仙村还有墓屋 有少少墓屋 因为村都是叫村屋 其实黄大仙现在发展成什么样 你们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社区问题 现在黄大仙其实发展得很好 黄大仙也成为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公屋区域 很多公屋大型屋院都集中在黄大仙区 有七成人都是公屋的 大概都会有 黄大仙是我们香港密集的公屋区域 以前慈云山六七十座 现在慈云山是拼了多少座 现在慈云山大概拆了四条大村 四条大村 六十多座 六十多座 变为四个大小的屋村 我一说起这些 就有少少童年回忆 因为我小学在慈云山大 留过不少骨骋 是的 在那里大那里坏 但现在上去就很不认得了 上面建了不同的屋苑 但也有个感觉 几条村之间 有时候行人要走起来也有点麻烦 现在上面的建设是怎样的 现在上面的建设都是靠那几条通道 即是玉华街 云华街 潜云山道 透过两条主要的降道 一条就是库山道 一条就是信奉街 和蒲港村道 下去下面龙场道 现在通常的居民都会乘地铁 走下去乘地铁 或者转小巴乘地铁 所以小巴作为现在的 潜云山的接驳系统 最重要的工具 以往来说很多人说 我住潜云山我走下去 当然走上来就会辛苦些了 现在还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 多数走下去 走下去乘地铁 通常都是 因为要省钱买很多居民 很多人早上 晨操会的时候 都是很多居民 中西区有行人通道上去半山 是的 黄大仙有没有 黄大仙有 慈文山我觉得这样一级上 多数黄斜佬 即不是有自动电梯的 未有 未有 将来会有 黄大仙区有很多老化屋邨 慈文山其实都是再重建 但都是医生而建的屋邨 例如我服务的 我服务的条件是彩云村 其实都是在半山上面 彩云就是彩亚上面 彩云上面 彩云上面 其实就是 飞和山脚 就是飞和山脚 其实我们也叫一个半山的地方 其实都是风凉水冷 非常舒服的住得 但问题就是 我们30年的老化村 但是一直 政府都没有一些大型的接驳系统 譬如有些电梯 自动扶手电梯系统 又或者是行人上的系统 他由地铁站接驳去我们的彩云村 我服务的村里面 很多龚婆婆 都年纪都可能比较大了 有时真的 见到他们握着挂着 慢慢去走 其实都很深远 那有没有电梯呢 有电梯就不用在那里去 即是没有电梯 没有行人电梯 我记得了 你现在讲两个山 一个叫慈云山 慈云山在凤凰村 一直去到东南西不一座 就是腾龙去那里 那里有一段路是无遮无掩的 翻风下雨 无论上同落都很辛苦 你另外讲的那里飞鹅山 彩云村 因为我年轻的 是在彩云村做过青年中心主任 那条这样的路 翻风下雨 又是很麻烦的 就是落到彩云村 那些是否要跌跌小巴 那些是吗 是跌跌小巴 但其实行人很多时候 特别跌是会走的 但如果年纪老化 那些居民又是年纪大的 这个接驳系统很重要 行人的接驳系统 两方面怎样 一个是青水湾那边 一个是池云山那边 你可以分别讲一下 现在的发展有没有遇到困难 接不接驳到 听说你们彩云区的民主党议员 都争取在这个扶修前滩 其实是这样的 大概两年前的时间 我们民主党 王国同 徐北帝 陈利成议员 加上我自己本人 也发起了区内的大型签名运动 收入到一千多个签名 又要求区议会正式去捕款 去兴建大型接驳系统 其实区议会最终都拨了五百多万的款项 是成功去做一个研究 兴建一个 五百多万做研究 五百多万去兴建上代 包括研究费用 请顾民公司 其实一直都是去继续 这是区议会的捕款 区议会的捕款 区议会的捕款 要研究的阶段 其实都一年了 得到其实也有些进展 但其实困难遇到的比较多 由于你知道很多的行上代 你看到有些装脚 要在一些厨房 才可以做上代 他又不可以用几粒木去设计 他要计算工程师的数 工程上有一个困难 就是清水湾道由于几十年 香港已经很早期发展 在九龙区来说 地下有很多的地下设施 很大型的电纜 水管 都在清水湾道上面 工程顾民公司又说 找不到一些合适的位置做装脚 其实现在我们都一直 跟顾民公司 或者民政署的工程 都去做 简单来说 区议会拨款就拨了 但是顾民公司找不到装处 所有工程都未能展开 居民还是等待 遥遥无期 仍然是遥遥无期 有什么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呢 就是我们不断 现在都去找回 其实除了清水湾道的主要行人通道 会不会 譬如在我们清水湾道旁边的水管房 后面有一些路 是可以避开那条马路附近的 那我们可以种一些柱 其实现在我们就去尋找那边的地权 究竟是斯嘉顿的政府 其实都在展开一些资讯去尋找 草原村有多少居民 草原村 其实我们这样看 草原村只有16栋 草原村有16栋屋 草原村有5栋屋 草原村有5栋屋 其实我们会看整个大草原区 加上差不多有5万人 因为最出名现在过来草原村 这人知草原村的人 就是飞鹅山晋远 因为有钱好 刚刚入火的地方 飞鹅山是什么 飞鹅山 晋远 对 在九栋村旁边有一个新的 半豪宅 对 高级住宅 没错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可能很蠢 就是通道的上盖 其实是行人路的上盖 有多重 要打多深的装 真的找不到 不是那么密 其实听过很多街坊的意见 很多街坊其实都很精明 他们在大陆以前是做工程出身的 他们又说工程有什么做不到 其实我都相信一样 工程 我有问过很多朋友 读工程的 工程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荫蚊去服务 他现在不是说 给你一个问题 看完就不能做了 是要你解难 其实我觉得很多 譬如 如果装脚 如果不能种到那么多 那可不可以 或者种小一点 可能种密一点 又或者是有些位 完全做不到 可不可以 就不用这么平均地做 阿嬸 我说是池云山的经验 因为池云山已经落实了 因为是沙中线 落实了轻件的池云山系统 根据池云山的经验 其实政府 直拖头都是有推堂支持 就是种庄柱 其实到最后 技术上是不难解决的 不过刚才方兴你说的 种庄柱一定要实正 因为是山区 山的山上 的泥土比较松软 所以一定要做得深一点 这是事实 根据池云山区的经验 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政府是担在政府 愿不愿意去做 现在就是池云山区 那个行人接口系统 就落实了 不过在某程度上 我们民主党一直以来 都争取在池云山兴建 地铁出口 这样是直接能够 将人流直接送去地铁出口 山东线的一切都已经落实了 不过就未再继续落实了 但似乎没有一个出口 可以去到池云山 是没有的 你们现在争取过程 我想没有什么人 反对池云山的人 或者车站更加好 出口会接多更多乘客 有什么不好呢 有什么障碍呢 其实政府就说 因为池云山的断层 所以因为断层 而不能够承受地铁出口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就用一个行人的电梯 来接拨山上的居民 就流到下面的出口 是的 上班的时候 就可以经过整个行人接拨系统 直接落到池云山 那现在池云山的行人接拨系统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 现在还未落实到 什么时候开始动工 因为其实区议会 云南星区议会 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所以在某程度上 就是令到整个沙中线 都未能够落实到 反对声音主要反对是什么 现在主要因为沙中线 会经过一些屋苑的地层 所以有些屋苑的地层 屋苑那些人反对 是的 屋苑那些居民反对 所以这也是要 云南星区议会 以及居民 再要和政府去清清楚 整个工程的影响是如何 即是说 沙中线落实到 行人接拨系统才能够落实 是的 其实行人接拨系统已经落实了 已经开始动工 因为民主党和政党 都在努力争取 尽快落实了行人接拨系统 现在开始逐步陷探 开始动工 现在开始升降机器 这个系统 听你说是由池云山 去鑽石山那边 鑽石山 其实路程都很远 很远的 大概1500米 1500米很厉害 1.5公里 很长的行人 1.5公里 20分钟 差不多 20分钟走很远 你想想中区那个 哪需要10分钟才上去 所以我们民主党一直到现在 坚持希望政府能够 去将出口 都是在池云山区 直接入了地站 即将来要 沙中线的接拨在鑽石山 沙中线的接拨是 是的 再上池诺村 再上云华街 真是经过旧的大沙村 是 凤德川那边上去 是的 但是这条路程真的很远 是的 其实政府一直都说 那两个短层 就不能起出口 一定要走那么远 最初在九铁的情况下 两铁未合併的时候 因为山中市是九铁负责 所以九铁是愿意在潮云山 起集的 最后就是因为两铁合併之后 整个工程 就已经是简略取消了 取消了 但是那时候他们都做过工程的可行性 他们说可以 即是说在九铁的时期 初头的报告是可以的 当两铁竞争的时候就可以 两铁合併就不行 那也有些内民 有些内民的 但是这样就要 居民没办法在一个近一点的地方 有入口 要走一个20分钟的路程 在潮云山下来 除了走之外 他们可不可以用小巴 那些是否更加不方便 如果小巴其实都可以很方便 不过现在37M 就是潮云山是靠两铁小巴 第一就是37M 第二就是19M 现在主要是将37M 来回潮云山和黄大仙的站 37M将来会加价 加价一成 即运输署 由三个一加到三个四 现在我们争取版队要求通账 通账云山是高的一倍 所以要求运输署是能否决了37M 这个一成加价的申请 希望就可以做到 我小时候过去住潮云山 我会感觉到那个心理 我走下去是可以的 如果有行人系统 我当然可以走下去 如果有行人系统可以到 有电梯回来 我可以走回去 不需要等车 冬天还可以走下去 夏天就已经死了 现在的行人接管系统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靠一些升降机 靠一些天桥来接驳 其实只有一段 在云玛街那段 就是有一个扶手电梯 上到设定村 即是用升降机 接着就在升降机 即是整个不能连续走 中间要等升降机 是的 所以更加的时间 会比延续更久 那你的工程是由路政署做 还是用这个 这是由山中线的港铁 那边负责 哦 港铁做了 又不是房屋署负责 是的 所以你们一直去争取 或者要去有任何的意见 是直接跟港铁去联络 是的 所以我们民主党那边 在以前云山区都 约了港铁三四次的 那政府的角色是如何 政府的角色就是 要尽快落实 沙中线 如果沙中线一切都没落实 其实有很大的障碍 我又问回审问话 沙中线和彩雲 或者彩虹也好 都是远了一点 那你那边没有那么好彩 都是仍然靠小巴 对吗 其实黄大仙区 我们老化屋邨 都是医生意见的 尤其是医生意见的 其实都会遇到一个障碍 就是交通制室的问题 虽然我们那边没有大型的铁路 可以刚好 就是说 下了电梯 你就可以立刻去踏到地铁 但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条清水湾道 它经常都是一个很严重的 交通制室的情况 尤其是在凡浪时间 早上或者下午的放工时间 早上就是出来 就是下山 下山 防昏上山 因为清水湾道 是一条我们草云村的大动物命物 清水湾道是可以接驳到 几个区议会 例如你上山可以去到西贡 也可以穿过另一边的山 去联合医院观看 有博取农场道 还要是博取平石穿大型的回旋处 如果它一湿起上来 只有两条行车线 上山下山 在樽颈位只有两条行车线 一有什么事 基本上是整个黄大仙的交通是痰瘫的 我听你们两位 沈文和李永基 你们都很熟悉黄大仙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特别是值得关注的 黄大仙区是老化人口很严重的地区 因为公屋里面很多就是独居长籍屋 所以医疗的问题都是比较严重的 医疗需求 是需求复诊 一些排期 例如做排内障手术 黄大仙区居民最主要是去联合医院 不是 主要黄大仙区民大部分都是去性母医院 或其他分科医院 黄大仙区有几间医院 黄大仙区有三间医院 还有黄大仙医院 另外就是黄大仙医院 这些是一个寮养院的形式 不是寮养院 是的 寮养院的形式 主要是靠性母医院 你们说医疗服务不足够 特别是老化社区 前一版我们访问大普区都有类似的问题 他们提到有两方面的医疗需要 一方面是医院 另一方面是棉产 黄大仙区的情形是如何 黄大仙区其实最主要是两样东西 都是急诊室 黄大仙的急诊室是需要去到广华医院 或是联合医院 即是草闻邨医院 如果我们说近黄大仙区的 就是去到广华医院 急诊室或者伊莉莎白 是的 但通常是要去到广华医院 有些街坊跟我们说 亦都会车去伊莎莎白 因为伊莎莎白的急诊室 是比较稽室 所以可能要等六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们在争取 聖母医院可以进一间急诊室 即是黄大仙要去急诊室 要是游占王区 要是去观塘区 自己区是没有的 但黄大仙人口很多 没有急诊室 其实有这么多老人家 你竟然可以整个黄大仙区 一个急诊室都没有 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是吗 黄大仙区 你刚刚提到那几间医院 也不是很大的 佛教医院 是社区医院 是社区医院 也是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是疗养院性质的 是社区医院 有些专科有门诊 有普通门诊 有 但它的规模就不会像联合医院那麽大 是 就是说黄大仙区全都是小医院 是 没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医疗服务 是 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一直不肯去扩建 又说因为不够人 他又不一度请到一些专业的专科人士 又说没有地方去做 其实变成是 官至两个口 他说完了 那里有没有地方扩建 有没有空间可以扩建 社区医院其实是有潜质可以扩建 不过问题是牵涉到 因为现在大楼是60年内的设计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都可能需要重建 才能够提供新的服务 所以其实都牵涉到 在重建的期间 都会牵涉到一些影响 因为都要拆卸才再建 所以我们也考虑过 跟医管局那边谈过 可不可以在东南九龙医院 即是未建的 在启德那边的 东九龙区医院 可不可以照顾到 我们潜云山区的居民的需要 因为我们如果潜云山区 到东南九龙医院 可能是十分钟内的事 所以在那里能够接一个急诊室 尽快建一个东南九龙医院的急诊室 其实对我们潜云山区 或者对我们云大仙区的居民 都是有很好的帮助 那这个门诊 那如果是医院方面的服务 够不够 就先说的医院服务 就是急诊室 现在门诊服务 其实都不是很足够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复诊的居民 打电话的时候都需要去 打不到 所以在某程度上 我们跟医管局上次 民主党和大仙党全都谈过 医管局那边高层都说过 会否去仿效到天水围的一个模式 一新的模式 那如阿沈你说说 天水围 天水围其实推行了一个 我们都觉得挺好的基层医疗计划 就是长者可以给45元的复诊价值 去一些私家的诊所 去做一个复诊半诊服务 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合作计划 但是医管局方面 其实我看到局方都说 希望去推广这个服务 因为其实是可以更加 适合到居民的需要 因为在就近的私家诊所 可以复诊 但是其实都听到有些 遇到一些障碍 其实都是一些大型的医疗集团 去很反对这个意见 究竟黄大仙本身的私家诊所 私人的医生够不够 就是多不多诊所 够的 因为他有这样的市场 有这样的市场 这么多老人家 一定有很多私人的医生 这种叫外判式的公盈服务 医生都可以的 你说大的集团反对是什么 其实都是香港一个根深蒂固 一个地产霸权的问题 其实你地产霸权 换过两个字的名字 就是叫医疗霸权 意思就是他们就希望 去垄断了整个市场 有些大型的医疗集团 我不会说名字 大家都会想到几间 包括所有的服务 他又不想这个价钱 是比医管局定了45万 更低 他自己想不断加价 不断升 他不想给一个低的价钱 去和他有竞争的行为 其实都是说到 香港不公平的问题 很多的事业 事实上是 如果医管局 能够资助一些病人 一些老人家 去回私人的诊所做覆诊 那些老人家 很多可能 世世间的私人诊所 就可以存在 就可以有这个竞争 对市民是好的 对整个社会是好事 有竞争才更好 最重要是对老人家是好 因为 老人家在私人诊所 复诊的时候 可以全天候盛 开工的时候 就可以复诊 就不用去公立医院 就要排队 就去预约 这个最麻烦 好 那我们呢 咳爆香港上半场 就谈到这里 一会儿 我们请两位年轻的朋友 沈允华 和呂永基 继续和我们分享 可以服务市民 和在社区里面工作 他们自己的心得 和体会 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你好 咳爆香港 来到下半场 继续有我方奕霖 和善重佳 我们有两位年轻的朋友 有沈允华和呂永基 在我们当中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 关于黄大仙区 一些民生的问题 两位谈起来 都非常有力 提到很多 关于医疗 或者交通 行人的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 民生的问题 你们觉得很逼切 现在是要解决 但是又解决起来 都没有很多问题 黄大仙是一个 相对比较窮的区域 黄大仙 我没有记错 香港是排第尾尔的 还有什么是新闻堡 新闻堡 新闻堡 你们比官堂好一点 差过官堂 他们应该是差过官堂 应该是差过官堂 记忆中是 有没有概念 多少人领取中援 其实如果我们根据 我没有做过 全国黄大仙区的调查 没有讲过资料 但如果我们说区里面 我们就这样说 远山区 其实也很多 两三成有随时 有的 随时有的 所以你想想 你要搭小巴 这样转车 有空当然行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交通的问题 依然是一个 他们最关心的 交通的问题 如果你说整个黄大仙 都是一个严重问题 如果你说 我服务的初恒村 是一个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青水湾道只有一条 而且只有两条行车线 是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其实我们民主党 也有这些建议 多次都约过政府的官员 去实地视察和开会 其实我们研究 要民数署去研究一条新的道路 去梳渡 由西贡到我们混合先的交通 就不是什么 西贡也好 官堂也好 全部都要用青水湾道去过来 否则不行 那我在西贡 如果开车出来 不是旧青水湾道 而是新青水湾道 不能选择 而去到平时之前 一定是去分开 都不是青水湾道 是樽颈位 其实我说的是樽颈位 那樽颈位 是否没有解决 是否最主要是灯位 其实那个位置有两条行车线 其他地方也有建一条新路之外 其实我们都要政府去研究 可不可以弄一些隧道的形式 比如官堂也有些例子做得很好 其实可以多一些道路 不需要被车较迫在青水湾道的位置去使用 我记得在浴缸年前 那里有三条线 接着有一条线 起了是要入停车场 那里好像占据了一条行车线 是否这样令到交通有影响 因为我以为那条线是 那里是八方的 那里绝对是一个大影响 其实八方起了之后 它霸了一条新的行车线 本身有三条行车线 变了两条 所以其实现在都要有很多的方案 去研究 因为它只要少了一条线 你不能只拿了我们居民的东西 不给我们 现在这样的擠塞 一定是上班时就塞下来 放工就塞上去 那些居民用什么方法解决 那些居民不是变成要逃步 那样 你能走的 年轻人的一批 你自然是逃步的 慢慢走上去 在哪里 在彩虹走上来 在地鐵站 彩虹走上去 彩虹走上去彩虹 彩虹走上去彩虹 那其实 你说彩虹走上去 你说彩虹走上去 还要看彩虹一串串 上去到上面的双塔式那些 那些都是 那是半山区 那是半山区 就是那个豪宅也是半山区 所以其实最麻烦的是 你说年轻人 叫十多年 也不要紧急 但是我们很多的长者 每天都要去牛驰湾街市去买菜 又走上去 彩虹走上去 没有街市 街市慢慢萎缩 其实很多公共屋邨的街市 都遇到一个问题 又是不够竞争 又比大的区里面的 那些是贵点 车子市场可能被车了 车子市场是贵的 所以他们就要到下面 便宜一点的街市 所以很多 我们都比较基层的市民 云读仙区 都可以用行的方法 所以说回刚才 其实上盖 你说一直都不起 就变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很多居民使用这个 保行的方法 但是也是辛苦的 我们希望 慢慢地去改善社区 继续去为大家争取更多权益 两位除了在社区服务之外 两位明显很年轻 你们来到之后 就拖下我们的平均年龄 拖下我们的平均年龄 拖下我们的市场加入平均年龄 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们有参与 你们是80后还是70后 我70后 80后 我70后 你70后 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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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服务了社区这么久 但是自己作为一个青年人 青年人自己 在香港生活 依然有你们关心的东西 我不知道 拍拖 结婚 住屋 将来前楼的问题 你们作为青年人 你觉得 你在关心什么 而香港人 又应该可以 如何去帮助青年人 我想不是我们青年人 关心 亦不是我们 全香港人 都在关心 就是住屋的问题 现在你看看 如果黄大仙区 最近有新的楼盘 大家都知道 去到一万多二万一呎 即是说一个月的人工都不能够买一呎 你想想如果我们作为一些基层的居民 或一年千人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置业 我们怎样去安居 怎样去结婚生子 好了 如果说我们月入万多元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申请公屋 我们没有公屋的时候 我们去私人楼 二万元一呎 带整个 因为新屋 带动到整个区 公屋的私人楼的楼价上升 亦都带动了 那个劏房 即是板间房 是上升到三千元一间 八十只的房 所以你想想大家 八十只三千元 是呀 即是水涨船构 因为黄大仙区有一些 八十只只等一张床 只等一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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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床 因为黄大仙是一些唐楼 唐楼其实是 即是在新蓬江那堆 新蓬江和智云山也有 像小华街那边 鳳凰村 鳳凰村也是 现在深水埗很多 你知是一些地产公司 收购了一些旧楼 那些 湯牙间 不是 收购了之后就重建 深水埗很多 现在高级住宅出现了 深水埗 现在令到深水埗的人外迁 即是那些劏房的人 板间房 六屋的人外迁 外迁到其中的选择 就是智云山 所以令到智云山 很多唐楼卖了 之后就变为劏房 劏房之后就租了 最后一个劏房 现在升到大概二千多三千元 但是三千元 才租到一个八十尺的房 即是现在劏房都开始有豪劏房 是的 二十多元尺 劏房的尺价是贵过 一些私人租的 我前段时间搭的士 跟我的的士大佬聊天 他就说 他刚刚有些年轻的子女 他说 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 找一万多元 他计算过 做了十多二十年的东西 都还未能够到手期 是假设每一个月 存五千元 即是这个楼价已经超越了 一个月五千元 一年六万 二十年都是那 八二万 八二万 刚刚够交易成本 但那时二十年后 不知道等到多少钱 未计算通胀 未计算通胀 即是你年轻人到这个 现在就说 那些年轻人真的很多 憤青 很容易理解 真的会憤怒 是的 当你看不到前路 即即是我怎样去勤奋 我怎样去努力 即使我工作是怎样穩定 怎样去贡献社会 我不能够香港有一个 基本的生活 基本的调变 其实现在很流行 有一个说法 永基就是说 我们八十后 七十后 他不懂得努力 自己不去学多些东西 就懂得去怨的社会 但其实 刚才我们也说过 其实社会根本已经是 很不公平不公平的地步 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去导致我们年轻人 怎样努力都出不了头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问题的根源 即不是我们年轻人 不肯去努力 不肯去学习 有些年轻人去愤怒 因为粉青人也很愤怒 但是有些粉青人的表达方法 实际上是破坏性的 但是我也知道 有很多青年人 好像你们这一样 比较积极性 你觉得如果年轻人 要积极地面对这个困境 或者是想改变 这个你提到 很多不公平的话 有什麼可以做呢 年青人應該做什麼 其實不是我們年青人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們年青人所能夠做的就是發聲 因為我們沒有權 我們沒有一個參與在決策的層面裏面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相信我們年青人出來要從政 要在建計裏面去到改變政府的不公義 事實上不單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參與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需要問政府做什麼 因為事實上政府現在在樓宇供應上 照顧我們基層 照顧我們下一代 無論是70後80後90後的人也好 住屋的問題是沒有解決到的 所以我們不停的時間再拖延下去 就是怨氣不停的再積累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案 取起居屋上有什麼方案去解決住屋的問題 設居屋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建居屋之外我們相信也要增建一些公屋 因為事實上公屋在某程度上 一些低收入的例如6000元的年青人 都不能住屋 所以一定要靠公屋來支援他們的未來生活 除了公屋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做 這兩方面都是公營房屋 在私營市場以前炒得這麼興 剛才就說地產白權 你覺得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其實都是要加多些對 推多些地 因為地其實是建屋的都重要 即我們無論是建什麼類型的屋都好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其實香港是一些所謂的豪宅 其實不是 是高級住宅 就是將豪宅化 譬如深水堡的單棟式的 沒有下面兩層的商店 然後樓上的住屋的時候 都在賣1萬多元呎 所以香港是某程度上 將一些的住屋作為一個期貨去炒賣 甚至是將作為一個投機工具 去到不斷令到錢賺錢 其實政府很多軟性的政策 是可以去舒緩一個問題 譬如可以重推首次的事業貸款 特別是優惠我們年輕人 去分擔我們一部分的首期費用 或者一個零的認識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舒緩我們情況的政策 年輕人的聲音要發聲 你們可能有些參與 有些人就去看 無論如何都沒有用 因為有制度上的不公平 制度上 現在很多時候可能在決策上 或者在議會裡面 聲音都是偏在一邊 政府夠配就算了 夠票什麼都會推出來 你們怎樣看 年輕人參與政治特別 李永基是民主青年 你們對這方面怎樣看 阿沈也是民主青年 你們兩個都是民主青年 青年人是怎樣去參與 或者改變現在的政治環境 其實現在在這個環境裏面 我們年輕人是有很多參與程度 我相信不單止是我們在說民主黨 也在說其他的八十後 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 其實目標一致 大家都是向著改變現在的一些不公義的現象 去到為我們的未來生活 為我們的下一代 甚至可能為我們的前輩裡面的 一些未來的退休生活去奮鬥 所以我們在沒有程度上 我覺得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 比較創新一些 甚至可能一些的前衛一些的工作 去到去反映問題的現實在哪裏 那現在政府的推動 逮捕機制 你們民主青年怎樣看 逮捕機制當然是一個荒謬的制度 是的 因為逮捕機制 很明顯是公然 我的分析就是挑戰我們基本法 我們基本法六十八條規定 我們立法會必須由選舉產生 但是竟然那個林瑞倫 林公公可以去推出一個這樣的方案 然後由黃仁龍去補教護河 連大律師公會 律師公會都要開了幾次的諮詢會 幾次去插到他流血 那他仍然都還要厚著臉皮 還要是未收回的方案 那今天他才公佈 那就是四個方案了嗎 四個方案了 竟然沒有補選的選擇 即是他給了ABCD參與你 全部都是有老鼠屎 你叫你怎樣靠下 你覺得香港青年人 看到這樣的情況會是怎樣 你們都是青年人 香港青年人會有什麼反應呢 很兩極化 你看看香港很普遍的年輕人 有兩極化的心態 一個就是很消極 即是無論我們怎樣做 怎樣參與 怎樣去回應都好 政府是不會理會我們的聲音 這是事實來的 亦都有一批人是很積極的 即是我們這批是叫中性比較積極的 所以有些比較積極的 就有些比較積極的 就有些比較積極的 所以亦都是不同的層次 又很兩極 就算我們怎樣去積極都好 其實我們都會有少少心灰 有時都會是政府實際上 都沒有理會我們的聲音 其實我們年輕人也不要那麼灰心 當然我們可以百花齊放去參政 或者用激烈的方法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有些事好引擎主義 但其實我們不是說 有很多年輕人都不是說 一定在政治行業裡面打滾的 其實你可以去關心這個政治 去關心這個時事 有時去跟朋友去聊天 成員飯後多些的政治話題 當一些政治話題被人去列表得多些 我們市民就知道 原來這個社會有這麼多結構性的制度 有這麼多 因為這麼多既得利益者 令到港大的市民 有這麼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 就自然可以影響到政府的施政 我們的民意是可以反應到 直接讓政府知道 我們市民是不滿意現在的現狀 是不滿意這個政府的施政 其實是可以有一個推動的作用 其實年輕人在參政 在香港現在的政治綱墓上面 都有很多選擇 保守建陣營裡面有民建聯 也有些自由黨中間 在民主黨的左翼上面有公民黨 甚至是社民聯 人民力量 你兩位都是民主黨的成員 你覺得民主 當然我們都是民主黨的領導之一 但是就看現在是否 民主 即是年輕的一代對 可能對 一是想升官發財就是民建聯 第二就是上街訂東西 就是社民聯 是否中間民主黨這一種 又不構頭又不激進 是否出路很少 但你怎樣評價自己的定位 其實政治不能沒有靈國 中間路線在我們看 那麼多的不同的國家 其實通常都是偏要失敗的 但是我覺得 既然我們民主黨現在 去一個溫和的路線 堅定地堅守原則 去用溫和路線去爭取民主 我們很多的政策 就一定要去一個靈國 就不是說 我們完全是 譬如我們在福建居屋 擺得太好機制的 一些立場 一定是很堅定的 去告訴別人 我們是在這些政策裏面 是很強硬 就不會退縮 有一次我們民主黨經常說 就是無實理性之餘 都要堅定可信 就是要有這個靈國 我想你就是這個意思 永基怎樣看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中間的批 其實是佔多數的 這是事實 但是中間那批的活躍性 比較相對是低的 沉默一點 沉默低 多數但是沉默 是的 在某程度上 就在感覺上 會覺得中間的 比如我們民主黨的行為 就會被人 所謂支持者比較少 但是事實上未必是 因為到最後就是 中間那批多數沉默 我就看政官級別 當我去到不能接受 我就激 當我需要賺錢的時候 或者需要找一些關係的時候 就去建制派 所以在某程度上 我們的支持者 本身是沉默多 所以令到我們 觀感上是會 在某程度上 其實支持者是少 但事實上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不同 所以你的看法 跟一般現在外面的看法 有點不同 現在的看法就是 青年人兩極化 你說兩極化就是活躍那些 賺錢賺得很出位 激得很出位 但很多是有沉默的一班 這班你覺得才是大多數 其實我們民主黨 我想是代表香港沉默的大多數 這是很重要的理念 如果我們有政治議題 其實很多香港人 例如23條71的時候 是很願意50萬人上街 去反抗這個惡法 所以其實只要我們的政治論述 會更加去改善 香港人會更加沉默的大多數 明白怎樣去改善這個社會 相信我們民主黨的路線 是會成功的最終 補充一下一點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我的說法就是 其實現在都是兩極化 事實上是兩極化 其實沉默那裡 都開始有少許動動 因為這個問題是 住屋的問題未解決 未來落地山根的問題也未解決 所以在某程度上 這些沉默的大多數 都是開始談兩極化 會被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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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識會動搖是兩極化 因為他們會動搖 想找一個 他們也想在香港安身立命 但又知道不可以只是扣頭 這樣就可以生活 他們是有一條中間路線會走出來 或是兩極化 在我的看法就是會走向兩極化 因為這是政府施政的迫勢 因為我沒有選擇 我不一定說很多都是要在香港落地山根 但問題是沒有機會走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很難走 我走回內地的時候 其實內地都競爭很大 競爭不單止是跟內地人競爭 是跟全世界人競爭 香港也是的 不過問題是內地更加 因為環境不熟 體制不熟 整個生活的模式都不熟 還不熟 還不熟 所以在某程度上是一個很大的 心理的衝擊 所以在某程度上 走向兩極化是政府被造成的 政府的政策不好 所以令到青年人 不能在一個無實的路線裏 能夠自己出頭 被迫要兩極 政府是令到我們的整個社會 是不會有我們年青年人出頭的一日 一直都是只是一個家長式的管治心態 我給泰保機制你 你吃吧 你要的 這些是你需要的東西 就是處理的全部 就不會想你根本是否有住屋的需要 或者很多民生上的問題 是著手解決的 永基 聽你或者混華也好 聽你這樣說 其實是否年青的一代 七十號也好 或者七十美或者八十頭也好 是否那個無力感 或者無助感很強 是十分之強 即是我們在錯 我們都覺得是很強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回政府 其實在回歸之後 其實到03年之後 其實我們面對的困難 就是很多政府的政策 甚至一些東西 很多是強加於我們身上 即是去逮捕機制 譬如其他一些 你不能選 沒有選 即是不建居屋 那不建居屋我們做什麼 就算你有點好的理據 點好的論述 有多少市民去上街 政府仍然是 因為他不是人民 我們選出來的 他只是一個中央委任的傀儡 我們根本沒有一個 真正代表市民的聲音 一個長官去關心我們香港人 只是他去執行任務 我知道我又嘗試扮演一個所謂Devil Advocate 即是為辯論而做反派的角色 即是我客觀地說 我又覺得中央都想香港好 中央都想香港反而安定 不想吵吵吵吵 即是在中國地圖裡 香港一點 中南海那九個常委 他都不想經常討論香港 在我的看法就是很簡單 中央一定要香港好 這個事實 即是我們香港人 所有香港人都好 都是希望香港好 不過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中央是否能夠掌握到香港的民情 是否能夠掌握到我們這一代人 面對的困難 甚至是上一代人 即是退休之後生活的困難 這個是我相信掌握不了 還有中國有個根深體股的問題 就是政治掛水 譬如你就算讀法律也好 都是要去政法大學去讀 政治永遠是大過法律 那麼他一些人大的常委 或者政治局的常委 永遠都是支撲著他的司法制度 在這個制度模式下 香港自然不是一個法治主導的社會 是一個政治主導的社會 由法治去掌握到他 所以我們香港人現在說 法治精神我們最有一個記者 我想想宣仲介提出一點 其實中央對香港的心腸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肯定他是善意 即是香港不好對他沒有好處 而香港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想好好地生活 一定 似乎是一個管治的出了問題 令到可能社會極化了 而你還提出了一個危機 其實青年人說的那種無力感 就是demoralizing 即是去道德法 即是我不管了 即是你也沒用 這件事不是很妥的 而且社會將來不太行 你們剛剛是反其道而入 你們是很積極地去參與 還有什麼方法在現在這個困境裡面 可以積極地調動到青年人 而不是他們消沉下去 其實我們要去研究多些 廣泛的關於我們青年人 甚至市民的訴求 即是由市民的角度 以心為心去出發 譬如我們市民很關心很多 譬如通脹的問題 根本政府沒有 蝦文商手上什麼都沒有做 就這樣想過一年的 殖印政府的增班子管治 譬如駐屋的問題 一直拖得就拖 是到北大仁皇宮 來到復健居屋 曾經說復健居屋去研究 其實政府是不想動 我們就要去找多些民生的議題 去研究多些 去鼓勵香港人多些去嘗試 去表達他的意見 將他的民意帶入 透過議會也好 或者直接給政府也好 給他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的看法就很簡單 就是政府一定要去主動 因為不主動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現在政府很明顯就是 掩蓋耳朵 戴著一個耳機 不聽人不聽意見 甚至是年輕人的意見也不聽 不會理會未來 我只是理會現在 就是理會五年任期內的事情 所以在某程度上 政府不聽 建制派也在某程度上 有些問題 所以令到整個香港面對的困難 就是好的事情很多 講就很多 做實質落實到去 是否真的能夠受益給我們香港市民 很明顯就沒有 這是最大的困難 所以如果要解決 那個兩極化問題 解決這個民生問題 解決這個年輕人的無力感問題 政府一定要做 要聽 要解決甚至去長遠的規劃 未來香港 即是一些 不要說是一些 房屋 所有政策都是長遠規劃 總結一句 今天你剛剛帶出了個智慧希望 我們管治的政府可以參考 就是 除了講政治的改革 政治問題之外 還有很多具體生活 民生的問題 這些議題很好的論述 很好的提示文的意見 年輕人的積極性可以調動 而不是那麼消沉 今天我們很感謝 沈日文和呂永基來到這裡 和我和善仲嘉一起 射爆香港 今天他們說了黃大仙的問題 和很多年輕人的問題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